港媒爆料那新在港被捕,那应连夜抛售国内4.5亿豪宅,关键证据还是刘德华提供的,当事人火速发文回应,直言自己从未去过香港,那些造谣的人等着我告他们吧。 好声音背后真相到底如何,自从蓝台官宣好声音停播后,至今都没有传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,然而此时港媒却突然爆出了一条震惊了所有人的消息。 港媒声称,好声音的制片人被捕,很有可能面临30年的牢狱之灾,那应更是因此连夜抛售国内豪宅,之后还爆出,使刘德华公开了那应李文的关键证据,此事一出,网友们瞬间炸了过。 迟迟不敢发声的那新,更是连忙站出来立正清白,直言这次的谣言太离谱了,自己不是灿星的老板,也早已离开梦想强音, 而且自己从未在任何节目中担任过制片人。 当记者问到他在港被捕的消息时,那新更是愤怒地表示自己从未去过香港,那些造谣的人等着我告他们吧。 好声音正在大力封锁我们这些资讯,请点赞视频支持,让更多人看到。 那应两度拒绝参加线下演出活动,低价抛售北京4.5亿豪宅,到底是受舆论影响打算退圈,还是变卖资产准备跑路。 罗刹海市事情发生后,那应就鲜少出现在电视节目上,各种线下活动更是一推再推,就连自己的演唱会也不敢参加。 对此那应给出的理由是自己身体欠佳。 但网友在国外旅游时却意外偶遇了他,照片中的那应脸色不佳,脖子上还挂着一串佛珠,很有可能是深受最近舆论的困扰,出去放松欺负。 但令人感到疑惑的是,他在北京居住的前亭顶级豪宅,突然被人爆出正在以4.5亿的价格出售,引得不少人怀疑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跑路的打算。 毕竟如果好声音的黑幕做事,无论是出于背后资本的妹妹身份,还是出于多届好声音的导师身份,他都脱不了干系。 那应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,或许只有魏宇筹谋早点变卖资产脱身才是上策。 对此那应始终没有站出来表态,真想到底如何恐怕还要等时间来研证。 那应遭全民抵制后,空将退出娱乐圈,推迟演唱会变卖上一豪宅,短短一个月就从乐坛天后变成过街老鼠,遭遇全民抵制的那应还有翻身的机会吗? 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声,那应迟迟不敢发声回应道歉,就连线下活动也多次以身体不适事为由拒绝,其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看出,恐怕也是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。 前段时间,汪峰参加音乐节时,就遭全场观众高呼刀狼,被点名要求现场演唱一首《罗刹海誓》。 汪峰的评论区只有几十万的热度,倘若换成千万评论量的那应,收到的嘲讽估计还要高上百倍,再加上最近好声音负面事情的加持,那应的事也可以说是很难再有翻身的可能。 不过几人之所以成到如今这样的地步,也只能说是自己做的,对于此事你怎么看? 歌手那应,叱咤乐坛几十年了,他的成就和影响力绝对不容小视。 但在2023年,命运却和他开了个大玩笑,这个玩笑严重到直接将他拉下神坛,导致其辛辛苦苦多年积攒下来的好口碑毁于一旦。 事件的起因就不用多说了,刀狼创作的那首《罗刹海誓》,被网友们认定为是在暗讽纳英等人,为刀狼数年前受到不公正评判的反歌一计。 虽然刀狼本人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,但是他的作品《山歌料灾》却成为了网友们议论的焦点,绝大多数人都发声力挺刀狼,同时也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。 而随着事件热度的不断攀升,纳英的人设则是迅速滑落至谷底。 他万万没想到是,自己作为内地乐坛可以呼风唤雨的大解答,今天居然也能沦落到被人人喊打的地步。 对于在娱乐圈里树大根深的乃英来说,这多少显得有些令人不可思议。 事情到这里还没算完,因李文被欺凌一事,随后的中国好声音又被曝光暗含转定费。 借此事件,更是将身为导师的乃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这也间接导致好声音的暂时停播。 纳英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节节败退,原定于要参加的上海音乐节,也不得不宣布因身体欠佳的原因而临阵退出。 网友们一致认为,在舆论的狂轰乱炸之下,纳英肯定要避避风头,此时再抛头露面,无异于引火上身,掩齐吸鼓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 可网友们的确是小看了我们那节,这个东北姑娘骨子里就透着一骨子倔强劲。 在事件还没有完全平息的情况下,那因无惧网友们的抵制,现身综艺乐队的夏天三的录制,而且从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来看,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个人状态也一如既往的好。 在场上与各位嘉宾互动频频,脸上洋溢着笑容,显得十分的开心和享受节目带来的欢乐。 我们不得不承认,那节真的是有着一颗强大的心脏,顶着这么大的压力,居然都没能将它击讨,心理素质非旁人可比。 乐队的夏天是一档原创类音乐综艺,首播于2019年,目前已经到了第三季,本期请到的乐迷团除了那英以外,还有大张伟,张亚东,彭磊,高业,主持人是马东。 赶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,把那英找来参加节目,从侧面反映出马东和节目组与那英私下有着良好的关系,否则,没有谁愿意接那英这个烫手的山芋。 不过,或许节目组采用的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。 邀请那英,在某种程度上来讲,也可以给节目增加一定的热度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而那英即便是暂时丢了好生音导师的工作,却依然可以在乐队的夏天里找到自己的位置,继续实现他的商业价值。 这起码起到了双赢的效果,双方何乐而不为呢? 虽然有网友认为,乐队的夏天会因为那英而崩盘,但从实际情况来看,显然是多虑了。 不管怎么说,那姐依然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,她的影响力不是说没就能没得。 现在她所处的困境都是暂时的,一旦这件事平息下去,她完全可以重新站起来,继续在内于稳固自己一姐的位置。 其实,如果不是存在于刀廊间的机缘,那应真不至于面临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。 作为华语乐坛顶尖的女歌手,她所创造的个人成就相当耀眼。 她的《山不转水转》、《物理看花》、《相约酒吧》、《相见不如怀念》等歌曲,早已成为了传唱度很高的经典之作。 可惜的是,她的心胸不够豁达,当年如果能够认真听取网友们的建议,对刀廊做一个全面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,而不是以自己手中的权利,对刀廊这样优秀的音乐人打压的话。 或许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,她的口碑也不会出现两极反转。 通俗来讲,娱乐圈也是江湖。 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,不过也有一些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,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,也不会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 比如一只沉稳而又低调的刀狼,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耍旁门左道的人,虽然可能一时得志,但最终会因为圈内人士皆知其行径,而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和资源,甚至会遭受惩戒。 如同背离太阳的鹅子,虽然短暂的黑暗能给予他们苟且的温暖,但最终等待他们的只有被灼伤的命运。 椅子一转几十万,只是割谁谁不堪。 当初好声音刚举办的时候,确实走出了不少的优秀明星,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风格也变得越来越诡异,一直到刀狼的罗刹海事发布,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随着好声音的停播,蓝台也被爆出越来越多的丑闻,用小孩做毒气实验,赵丽颖参加活动差点溺水,张杰参加吹气球活动缺氧晕倒等等。 就在事态越来越紧张的时候,《武林外传》的官方又发表声明称,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使用了大量的武林外传的版权元素,属于故意侵权。 好声音已经播出了十年的时间了,也有网友翻出了他们之前获胜的那些冠军,发现到最后,没有几个出名的,而那些落选的选手,则是有很多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。 本以为是镀金的舞台,没想到成了一个资本的舞台,也说明了即使有些人可以操纵一事,但无法操纵一事,没有实力的人,就算是得了冠军,那也是扶不起来的阿头。 比如第一季的导师刘欢,一开始确实是抱着发现人才的想法,才答应成为导师,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,能够看见真正的音乐传承人。 据说当初刘欢参加节目的要求就是,在选择学员时,节目组不得插手,也不得影响他评判一个学员的标准,也正是刘欢的这些要求,才使得第一期的节目获得所有人的好评。 但是到后来,刘欢就发现了节目存在的一些问题,直接退出了节目组,不再担任导师,甚至是到了2016年,刘欢直接对好声音提起了诉讼。 刘欢提到,这个节目不仅侵权,而且还有不少的作秀成分,并且还开了新闻发布会,当场公布了三件侵权案件,代表著作人提起诉讼,其中两件出自好声音。 在后来拍摄节目《枪枪三人行》的时候,刘欢直接在节目中说道,好声音的录制时间经常到凌晨三四点,而且节目中学员的励志故事或者背景,大部分都是假的。 第二个揭露黑幕的是陈奕迅,和刘欢不同的是,陈奕迅是听说了这个节目有黑幕,抱着好奇的心态参加的这个节目。 当时陈奕迅透露,在现场有一个唱得还不错的女生,但是还没有到让导师们转身的地步,所以也就被淘汰了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,这个被淘汰的女学员后来又出现在了负赛的现场。 当时陈奕迅听出来了这个女学员的歌声,所以一直没有按下转身按钮,但是耳机里传来了催促声按一下,按一下,无奈的陈奕迅只好按下转身的按钮,一看,果然是被淘汰的那个学员。 这也让人不禁想起那一些惊艳所有观众的选手,比如姚背呢,周深,虽然最后都与冠军无缘,但是现在的成就都远远大于那些冠军。 一直到了2022年,李一文参加好声音,起初心也是挖掘新人,为音乐界灌输新的血液,没想到也是遇到了黑幕,他并没有选择刘欢和陈奕迅那样的隐忍,而是直接在舞台上指出了问题。 对于这样的大明星都是如此,那么对于普通人和一些学员,更是不可想象,在资本面前,你什么都不是。 上面说的都是乐坛的前辈,就连陈佩斯在之前的一档采访节目中,也说出了一些内幕。 要不说干什么都不能得罪说靠嘴吃饭的,看着都是在夸奖,组合起来全是对节目的讽刺。 因为自从好声音宣布停播后,越来越多当初参加这档节目的选手或家长也站了出来,诉说自己当初遭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。 比如就在前段时间,有一位网友通过社交账号,晒出了自己女儿参加好声音选秀的经历,而这篇帖子曝光后,很快也引起了网友热议。 在小歌中,网友表示,自己当初曾陪伴女儿参加过好声音的海选,而尽管当时女儿的成绩十分优秀,可却最终因为拒绝了相关评委的辅导邀请,最终只能止步,总决赛的第八名。 网友表示,其实自己最初支持女儿参加综艺节目,纯粹是因为女儿对音乐抱着十分的热爱,可从报名后开始,自己就渐渐感觉到不对了,因为无论是城市海选还是总决赛。 大部分的选手晋级并不是依靠个人实力,而是靠着拉票和各种给评委的红包,有些选手明明实力不如其他人,可硬是靠着这种方法闯进了总决赛。 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梦想,这位家长前前后后也花了数万元,最终女儿成功拿下了南京区总决赛的前四名,而最终的成绩也仅仅只是如此,因为在即将参加省道赛区的总决赛时,女儿在比赛前几天,却接到了一位评委的邀请。 这位评委主动邀请自己的女儿去一家酒店,表示要对她进行单独的辅导。 而这条短信被身为父亲的网友看到后,立刻言辞拒绝。 尽管对方也没有过多的表示和演技扰,可在比赛环节,女儿不出意外地落选了,也正是从这场综艺结束后。 网友的女儿也彻底放弃了音乐梦想。 这边帖子曝光后,不少当初曾经参加过海选的网友也表示感同身受,甚至许多观众也在近期播出的节目中,找出了各种蛛丝马迹。 比如有一位选手,明明唱完了歌,所有的导师都没有转身,可他却像是预先知道什么一样,迟迟都没有离开,最终还是刘仙华略显束手无措地按下了转身。 不止如此,在另一期的节目中,导师潘伟博遭受的待遇更是离谱,一位歌手在舞台上表演,潘伟博明明没有按下转身键,可椅子却自动转了过来。 当时连潘伟博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,一脸萌的表情。 其实本来好声音举办的初衷是很好的,曾经这档节目也为华语乐坛选拔出了众多优秀的歌手,可当节目组的流量加深。 影响力日益广泛时,选秀的宗旨却变了味儿。 好声音的停播不是最终的结果,我们希望的,是出现越来越多正能量,且选拔环节公平时尚的节目。 不要再把观众当成傻子了。 不知在座各位对这件事怎么看呢? 想钱想疯了吧? 纳英你怎么还不滚出歌坛? 纳英,这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星,7月,刀狼发布《罗刹》还是开始,就陷入了网友的嘲笑和批评,更因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一些争议表现,让他在网络上成为了重视之地。 尽管舆论一直没有停息,纳英依然高调参加了另一档综艺节目《乐队的夏天》,大展精神风貌。 这位曾经听见绝美嗓音,称霸乐坛多年的歌后,真的会因为网友的质疑而备受困扰吗? 还是会迎难直上,越挫越勇。 直面风浪,继续前行,不得不承认,纳英可谓乐坛天后,深受乐迷喜爱。 在他的学生指责其不专业后,纳英陷入了网上舆论的风口浪尖,原本安排好的演出和演唱会也被迫取消。 这让外界猜测,对方英可能会低调一段时间。 出乎许多人意料,纳英不仅没有隐居,反而接连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,他化浓妆,穿艳服,在镜头前大笑,仿佛从未遭遇质疑。 在音乐竞技类节目乐队的夏天中,他更是全程保持快乐的心情,与参赛选手频繁互动。 这番举止令人侧目,有人认为纳英在装作泰然,实则内心脆弱,也有人认为他果真坚强,有足够的心理素质抵御外界声音。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,纳英这样的选择有利益的考量,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,名人需要保持曝光率。 哪怕负面新闻也是新闻,对纳英来说,只要能吸引眼球就达到了目的。 综艺节目提供了丰厚的商业回报,节目组之所以大胆启用纳英,也是看中他的热度与影响力。 可以说,纳英此举一方面彰显个人魅力,一方面也顺应了娱乐圈的潮流,当金钱与名声高于一切,他选择直面风浪,继续航行。 这既可敬,也可叹,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纳英个人的抉择,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。 这种选择也充满了风险,纳英的名誉和声望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,作为资深艺人,他需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。 事实上,纳英曾深受月迷的喜爱,但如今不少粉丝对他已不是死心塌地,若纳英继续我行我素,恐怕会失去部分忠实支持者。 虽然纳英参加综艺能赚取收益,但在同行眼中,这可能是无耻之徒,要知道,在这个圈子里,同行的看法也十分重要。 但是,尽管现在他的一手好牌被打了个稀碎,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,他的娱乐地位还在。 从音乐梦想到红遍全国的顶级女歌手。 纳英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一生之家,父亲对他要求严格,但他性格反骨,不愿意读医学院继承医生事业,而是毅然离家加入歌舞团追求音乐梦想,这段经历可见他的勇气和坚持。 纳英从小就喜欢唱歌,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,为人非常豪爽大方,一次同学丢钢笔,他不惧责难地为同学撑腰,老师对他评价总是愿意相信别人。 事实上,纳英初出茅庐时几乎不被看好,曾只能给别人伴唱,但他热爱歌唱,在每次演出中都积极抢劲,努力展现自我风格。 一次因别人生病而上台的机会,纳英穿上小红裙配小靴子,唱出热烈的自我风格,开始引起注意,后又幸运名师,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。 经过古建芬老师多年细心调教,纳英逐渐磨练出属于自己的演艺风格,他那略带沙哑而具穿透力的嗓音,能将每首歌曲演艺的深情而负有感染力。 代表作《山不转水转》红遍大江南北,女人也由此成名,被公认为内地顶尖歌手之一。 首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热销,第二张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更是风靡全国。 爆火的同时,纳英还非常注重舞台表演地穿着打扮,善于通过造型吸引眼球。 后来纳英又尝试各种风格,既有性感女王法,也有冷眼冰山法,每次造型转变都吸引众人目光。 随后纳英接连推出《征服心酸的浪漫》等畅销专辑,代表作不断涌现,几乎每首都是经典。 纳英的知名度和人气达到巅峰,成为当之无愧的红遍全国的顶级歌手,紧接着行程满满的他,便参加了多档选秀节目,担任评委导师。 严格要求和独特音乐见解,影响众多年轻歌手。 纳英三十余载不变的音乐追求,以及在逆境中屡败屡战的精神,成就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。 他曾多次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,走遍欧美多个国家,以饱受国际赞誉。 比起他的成就,人们更关心的是他跌宕起伏的八卦感情。 见一个爱一个。 1988年,纳英凭借《山不转水转》在歌坛展露头角。 他本是一名歌舞团的伴长,通过谷建芬的声乐培训终于实现了从群众到明星的乐声,而他的感情生活却从此开启了波折之路。 1992年,纳英追求谷建芬的爱徒杰晓东未果,杰晓东是谷建芬最看好的学生之一,纳英多次在舞台上与他合作,两人之间的绯闻一时传播甚广。 最终杰晓东选择了另一名女孩于嘉恩,两人相恋结婚生子,绯闻宣告结束。 这无疑是纳英初恋的破灭。 随后,纳英认识了蔡国庆,但蔡国庆也是谷建芬的弟子,因此在音乐上有着紧密合作。 所以纳英对蔡国庆一见钟情,主动表白,却被拒绝。 在这个奶油小声眼里,对面这个大嗓门的女人实在是配不上自己。 1995年,纳英与足球运动员高峰相识相恋,而2000年,高峰与酒吧女老板王纳文发生婚外恋。 据说,高峰对王纳文一见钟情,两人经常在酒吧约会,健身情愫,王纳文甚至还经常出现在体育场给高峰加油。 这使得纳英和高峰最终分手。 分手时,纳英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,在2001年,纳英为高峰生下一个儿子,纳英独自承担起了抚养责任。 2004年,高峰被爆出害有私生子,引发家庭矛盾。 据说,这个私生子的母亲还曾敲诈高峰,最终DNA检测确认了这个私生子的身份,这也给纳英带来了极大的伤痛。 2005年,纳英带着儿子彻底离开了高峰,作为单身母亲,他努力工作养育孩子,并重新开启了情感寻觅之旅。 2006年,他遇见了商人孟童,两人一见钟情,迅速确立了恋人关系。 这个新男友体贴入微,成为了纳英情感旅途中新的希望。 2008年,两人举办豪华婚礼,正式步入婚姻殿堂。 他们已经相濡以沫14年,关系依旧稳固,而说起纳英,就不得不说他前段时间因为售卖豪宅而登上热搜的事情。 纳英抛售北京豪宅,背后原因值得玩味。 前段时间,纳英决定抛售在北京的一套豪宅,这引发外界广泛猜测。 这座豪宅位于北京一个高端住宅区,拥有26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和私人花园,市值高达4.5亿元。 据报道,这套房产刚刚挂牌出售,要价远远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。 此举立刻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,大家纷纷猜测著名歌手突然抛售豪宅的原因。 其实,纳英这次抛售豪宅是出于移民的考虑。 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,纳英可能已经在私下联系了移民中介,准备把工作和生活转移到国外,他抛售在北京的房产,可能是出于资产转移的需要。 的确,不少音乐、影视界的明星选择到国外发展,这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。 如果纳英真的在筹划移民,那么抛售北京房产也就理所应当。 但是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? 当然不是。 其实对方此举更多的则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。 要知道,自今年以来,纳英与国家体育总局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和矛盾,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。 有分析认为,纳英抛售豪宅可能是想减少自己的社会曝光度,避免成为众矢之地。 当然,也有人指出,抛售资产本身也能为纳英提供更充裕的资金,帮助他度过当下的难关。 一些评论认为,纳英如此高调的抛售豪宅,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,能够引起公众关注。 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房地产市场变化太快,纳英的举动可能只是基于投资组合优化的考虑,但纳英的所作所为都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。 纳英抛售豪宅一事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多内情,外界难以得知,这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件。 它不仅让我们更加关注纳英本人,也让人深思明星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影响。 笔者认为,这件事情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我们,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,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判断。 纳英在娱乐圈的表现充满争议,它似乎总是能引发网友激烈的讨论,这一次它无视舆论压力,重返综艺节目,究竟是强大的心态,还是为了利益? 它到底在想什么?其表现是否值得我们学习? 欢迎留言 北京时间8月28日,此前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被爆有黑料,选手想要晋级必须要给节目组赛钱,而在昨天,多位好声音选手站出来辟谣。 表示从来没有遭遇过黑幕,也从没有给节目组钱过。 参加今年好声音的学员莫维迪发布微博表示,自己是凭借实力赢得导师的转身,自己从来没有送过50万,导演组也没有向他收取其他。